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古巴发生了颜色革命 发生后不到20小时 中方明确说了 全力支持古巴平安 17号古巴多地至少出现五起游行示威抗议活动 抗议古巴出现了断电及食品短缺问题 随后美国政府迅速在社交平台发声 表示美国正在关注古巴国内的游行示威活动 要求古巴政府尊重人权 满足民众的正当合理需求 你看颜色革命 对此古巴外交部迅速回应 说3月18日召见美国驻古巴临时代办 并向美国发出抗议 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干涉古巴内政行为 同时抗议美国政府发布的诽谤信息 随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 古巴国内的抗议事件与美国无关 古巴政府的这一说法很荒谬 说是此地乌银三百两了 我觉得美国人 因为这个事件和你无关 那你多什么嘴 另外18日咱们外交部发言人叫林建 他就在利息竞争会上明确亮明中方态度 不到24小时中方亮明态度 说古巴是中国好朋友 好同志 好兄弟 中方将为古巴提供帮助 那你说老百姓要的是食品 对吧 饿着 那我们给他进行帮助 渡过难关了 我说 我说中国现在啊 真的是唯一能帮助古巴的 俄罗斯现在还真帮不上 同时林建还发出呼吁要求美方立即取消对古巴的全面封锁和制裁 这没毛病 你说让老百姓满足 你看你美国人语言话 咱们再把他语言话说别 说美国正关注古巴的国内示威游行 要求古巴政府尊重人权 注意啊 他说尊重人权 满足民众的正当合理需求 人权和需求 那你对古巴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这种制裁 禁运 是不是你美国人讲的人权和所谓的老百姓需求 你都没考虑 在你没考虑的时候 古巴人民的这些权力都没考虑的时候 你有什么权力在哪 以这个东西来指责别人呢 咱们讲过 古巴是全面封锁和制裁美国 这几乎是 我觉得这就是资本主义国家 他不让你 咱们说不让你活的一个办法 就实际就把你排除在他的整个的体系之外 而且中方明确说 停止对古巴内政的一切感染行为 我觉得中国终于站出来了 之前咱们很少啊 很少这么做啊 现在看咱们中国必须要站出来 这是我那上一期谈了吗 说白了你强大以后 如果你还是这个想要韬光养晦 那实际所有人都认为你说懦夫了 就没人跟着你干了 不管美国怎么说啊 怎么辩解 古巴现在所有的困境 其实啊 都和你这个美国 对吧 所作一切有关 古巴国内旅进步决的这个颜色革命事件 包括啊 这一系列包括这个军事 这个颠覆行动 背后美国是 扮演着主谋的角色啊 最近一次颜色革命还是在21年7月 21年7月 当时古巴多地爆发示威游行 然后当时西方媒体以此为啊 这个啊 这个 以此为热点啊 表示说这些场 针对古巴政府的 史无前例的抗议活动 古巴人民通过互联网啊 组织游行示威抗议啊 古巴政府的暴政等等 美国美17年啊 不21年啊 美国媒体有节奏的说 这场游行抗议活动将持续一段时间 而且未来还会逐渐演化成为 古巴国内的颜色革命 这是他原话吗 实际就是 实际就是告诉你了 这个东西啊 我早就叫好了 而且结果是打了美国脸啊 说这场游行示威只持续了一天 就消声逆解了 说尽管美国不断加码啊 加大对古巴政府的制裁力度 但是古巴依旧是 没有倒下啊 古巴人民还是挺回来吧 当时抗议活动中呢 抗议的主题啊 和这几次 和这次应该是一模一样 就是食品短缺啊 电力供应短缺啊等等 用美国媒体说呢 食品供应短缺和电力供应短缺 就是因为古巴政府的经济 搞得一团糟啊 你古巴政府不行 那咱们平行而论分析一下啊 科幻分析一下 你就看到邻国啊 与相邻的国家啊 比较的话 古巴经济实力并不弱啊 古巴是在中美洲啊 它甚至已经进入高 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了 2019年的时候经济数据看啊 古巴的人均GP是9100美元 周边相邻的国家呢 你看啊 尼加拉瓜人均GP是1927美元 宏多拉斯人均GP是2574美元 都要比古巴的啊 这个这个低啊 对吧 而比古巴高的只有美国 巴拿马 墨西哥 卡塔罗 所以说古巴啊 即使不是特别富有 也是起码不会穷到 吃不起饭用不起电啊 对吧 所以这个就不是美国人讲的啊 所谓的中美洲啊 这个问题啊 包括古巴共产党的问题 所谓出事啊 现在全部原因可能就是 古巴的粮食 电肯定不是问题 粮食问题 你看古巴粮食基本依赖进口 小麦啊 玉米啊 禽肉啊 肉啊 炼乳啊 对吧 这都需要进口的 但问题是古巴长期 这个是被美国制裁的啊 实施禁运封锁了 所以这种已经是60年了啊 60年了 这种持续封锁最终导致了古巴粮食有问题 粮食短缺 所以说白了还是因为你美国的禁运嘛 对吧 所以古巴电力短缺啊 也是也是因为这个美国禁运啊 古巴是一个产油国 但实际上呢 能满足古巴一半的需求职能 那其余呢 都要向啊 这个外部进口 古巴的现在受到制 啊 这个制裁嘛 禁运 它很难从国际市场能获得能源的 还有古巴电力系统也老化啊 缺少必要的技术支持啊 所以古巴很难获得对电力系统的升级 这就是整个的啊 古巴现在老百姓现在生活困难啊 缺电 少时 这个原因 因为美国一直说啊 这个这个事件和美国无关 但实际上是一直和你美国有关的 就是他一系列的行动 就是要让古巴老百姓反对县政府 美国一直是颜色革命的啊 整个的推手在古巴问题上 它本身美国情报机构策划的颜色革命 美国支持的反对派在古巴内部 其实没有生存土壤啊 因为古巴政府过去啊 确确实实是干出了很多业绩的啊 最终结果就是 美国搞颠覆全部熄灭啊 全部这个颜色革命啊 销售逆 主要还是没有民意 民意基础 他现在依然是顶着国际社会压力 封锁古巴60年 还是拿古巴没有办法 也是很说明问题啊 其实要完蛋早完蛋了 对吧 说白老百姓根本就不支持你 这个名字 各国家其实都有这些国情啊 说到底呢 这手本国老百姓决定 跟你美国人有什么关系 你美国干涉别国内政 不就是殖民地的想法吗 你是个 你是个什么国家 你本身不原来也是个殖民地吗 我觉得这个美国人现在按照西方价值观已经是忘记了 忘记了这个自己的原来的身份了 但是这个不奇怪 有了霸权之后啊 任何人其实都这样 现在很显然 既然古巴走共产主义 我美国人 咱们那一期谈过很透了吧 我觉得 就美国人绝不允许在美国周边有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有意思吧 因为他惧怕共产主义 因为这就是他的八个 所以只要是 共产主义在 美国人就绝不能停 所以他惧怕共产主义到什么程度了 那我觉得 那既然你怕是吧 那就说明这个东西有价值啊 古巴是非常有价值的 颜色革命 你天天在古巴搞没搞成60年 会不会古巴未来可以在你美国搞颜色革命啊